说有一个李生啊 他在洛阳求学的时候 那里的人呢 就非常尚无 喜欢比划两下 闲着没事啊 这李生就喜欢看他们摔跤 比试毕丽 扔个石锁 搬个石杠子 同他一起去的几个书生啊 就瞅他身材矮小 体弱无力 就经常的以比试的名义 欺负他 来啊 比划比划 他小身板不行啊 这个李生啊 就经不住殴打 就想逃跑 可是呢 往往不能如愿 对吧 得找软柿子 那谁不往死里捏 所以呢 他就成了大家 闲着没事消遣的笑柄 有一次呢 他就受不了了 这没完没了了 这丁麦达 一怒之下啊 他就跑进一间破败的寺庙 就躲起来 这个寺庙里供奉的 是王林官 是道教的护法神 这个李生啊 看着神像 孤登 就跪着了 一把 就抱住林官的双足 就跟他哭 哎呀 你看我呀 千里到此求学呀 奈何 我的身子骨薄 没劲 让同伴就瞧不起 受尽了侮辱 我早就听说你啊 以强势所为文明 应该有千万般的本事 你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保护我 如果你不愿意保护我 那我就死在你眼前 我绝不反悔 我发誓了 这李生啊 就在这 谁向前面 诚心的叩拜 一直跟他跪着 就不起来 到天黑呀 也没离开 结果到了二经天呢 这李生就受不了了 这长期的跪着疼啊 这时候啊 这王林官就显出行人 只见他拿着金简 对李生说道 你的心非常诚恨 所以 现身与你来相见 现在啊 我就为你 复仇出力 你看怎么样啊 李生一看 那太好了 林官指着手中的金简 说 这个简 曾击退过百万魔兵 有毁天灭地的能力 只是这一简 就能毁灭 这座城市 现在可以借给你去报仇了 这李生一听 这我哪敢呢 这我和他们 那都私人恩怨的呢 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祸害全城的百姓呢 这林官一听 嗯 有道理 冤有头再有主 看来 你是一个明辩是非之人啊 说着又拿出一把金刀 就交给李生说 这把金刀 曾杀过五百鬼王 凡人 要是碰到他呀 就没有不时的 我这个 金刀借给你 这李生一听啊 这不行啊 我就想给他们个教训 你这还不至于就杀了人呢 林官一听 又点头称赞 嗯 这人不错 于是啊 就将一对 玉户腕 就交给李生 拿着这个吧 这个户腕 佩戴以后 你将神力无比 可举千金 这回借给你 讨个公道如何 这李生一听 哎太好了 这个好 这不出人命啊 这挺好的 谢谢 将这户腕 佩戴好以后 他就退出了破庙 第二天呢 这同班 又来找他来 跟他开玩笑 闹 这李生对他们说了 你们不能闹了啊 现如今我已经有了盖世神功 恐怕啊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同班一听大笑不止 哎呀 就就你个熊样 你还盖世奇功 结果啊 就没人相信他 有个人上前呢 就拉他胳膊 试一试 发现 根本拉不动 闻思不动 就不像平常那样了 这个李生 见他们呢 都非常诧异 主动就走在 一棵大树下 就用他呀 来试试 这话心出口啊 一拳就击出去了 将偌大的个树干啊 一下就打个窟窿 拳收回来以后 这个树啊 仍然是屹立不倒 可见这拳的力道啊 是精道 那了不得呀 大伙一看 我的妈呀 可惹不及了 平时欺负他的人呢 都吓得汗流加倍 不敢和他对视 这李生啊 也没多加追究 此事呢 就算这么过去了 后来这李生 参加考试 就屡屡考不中 就生出了 出家的身世 就做了个道士 很多年以后 他的修为成就 就已经很高了 连皇帝啊 都听说过他的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